AIM 这个字只有一个音节 AI 念成 A 的音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 AIM 那 AIM 它本身是个不及武动词 我们中文翻成目标式 来我们看例句 The team keeps practicing hard and aims to win the World Cup in four years 好我们看这个例句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英文念成 TEAM TEAM 指的是队伍或者是球队的意思 球队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Keep practicing hard 它持续不断的一直努力的练习 那这边有一个动词的用法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就是 keep这个字 keep这个字如果后面遇到动词的时候 我们动词一定要加上 ing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持续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keep 那这边是持续的练习 怎么的练习呢 hard是努力的 持续努力的练习 而且它的目标是 要做什么事情 后面我们发现接着是一个不定词 目标是要去做什么什么事 好所以它的目标呢 是要赢得win 是赢得的意思 赢得世界杯 The World Cup in four years 在四年后要赢得世界杯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四年后in four years 它是翻成在四年后 而不是翻译成四年里 这是同学特别要注意到的 好那in这个动词呢 除了可以当作动词之外 它本身也可以当作名词 当作名词是可数名词中文翻成目标 好来我们看例句 This year the mayor's aim for this city is to create over 30,000 new jobs This year时间复词 这是今年的意思 The mayor 那我们看一下mayor这个字 它的意思呢就是市长 那这个mayor呢提醒同学是 很多同学会跟major这个字混在一起 因为呢他们只差了一个字母 一个是y 另外一个呢是j 特别注意到两个字 它的发音跟它的意思都不一样 市长是mayor major呢指的是较多的主要的 当作动词可以当作主修 所以am呢当作名词 来我们来看例句 所以呢今年这个市长的目标 对什么的目标呢 当然是对这座城市嘛 因为他是市长 对不对 好它的目标是做什么呢 is to create 要去创造over 指的是超过的意思 超过30,000 30千 因为中文我们就翻成三万 三万个新工作 好那么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in 动词目标是 名词目标